要说陆地上最傻的动物 非东北敌神兽傻袍子莫属了 袍子是东北邻区较为常见的野生动物 也有人称呼它们为矮鹿 袍子算得上是森林中最憨厚可爱的家伙了 如果人们朝它大喊一声 它会停下来愣愣地看着你 好像在问 小老弟 你是在喊我们 袍子的好奇心很重 看见什么都想研究个明白 碰见人就站在那琢磨这人是怎么回事 碰见车就盯着车研究个没完 像个总爱研究事物的专家 若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碰到袍子 袍子的举动就更让人有理由叫它傻袍子了 当汽车开着大灯在马路上奔驰 前方灯影里突然现出个样子向路的动物来 不用惊奇 一准是袍子 这时的袍子就是典型的一分金了 他才不管后面汽车对它有什么威胁 只管顺车灯跑 有了光亮好行路 当袍子收到惊吓时 第一反应并不是逃跑 而是先把屁股上的白毛榨开 表示我已经害怕了 然后再逃走 而逃跑途中 袍子的好奇心又来了 当发现敌人不再追赶了 就会返回原地 去探个究竟 小老弟你咋回事 咋不追了 正是由于傻袍子这些奇奇怪怪的习性 使它常常成了野兽的美餐和猎人的猎物 而它们也由以前的遍地乱跑 变成了今天的国家保护动物 所以说东北第一神兽 傻袍子实至名归 优优独播剧场——